夏天除了為大地帶來雨水 夏天還為大家帶來了荔枝 今天我就會用荔枝和蝦仁為大家做一個荔枝荔丸 其實都是未改名的 荔枝荔丸也可以 現在看看是怎樣做 材料非常簡單 有荔枝荔枝荔枝 荔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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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我們將荔枝去核和去核 怎樣去核呢 很簡單 不要剝核 然後我們沿著核的殼在這裡 我們這樣切一個圈 就是這樣 把核拔出來之餘 我們就連除 這些被匙荔片 我們就可以湿上去 然後很容易放出殼 然後我們就妨礙蠝荔枝荔枝荔枝了 現在我們看成HR.交出一些濃烈期 我去並替荔枝荔枝荔剝荔枝荔枝荔枝あの 這些像麻布質的就最適合 我們把蝦肉倒上去 然後我們要把它印乾水 印也是不夠的 我們要把它捲起來 然後把裡面的水擰乾 擰到它吸收了一塊布裡面 這樣才可以 擰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個銀色碟 一個金屬碟 為什麼金屬碟呢 就是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我們待會要打它 這樣就安全一點 好 接著 我們把這些已經擰乾水的蝦仁 放在這個碟裡面 我們要把蝦變成一個蝦膠的狀態 怎樣才會起膠呢 秘技就是要加鹽在裡面 少少就可以了 由於這些鹽都不是很幼的 所以我們下去之前就要拆散它 我們把它一邊捏 用力捏 用力捏 我們這樣捏它 無論如何 我們都不會把細胞裡面的汁捏爆它 但是切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切爛掉 然後呢 而我們這樣捏它的過程裡面 可以一路把它起膠 而且呢 到最後呢 你就會吃到有一些 一部分的蝦肉 就是好像比較完整一點的 然後有些呢 就是 將在一起的 這樣 所以捏這個方法呢 是好一點的 這樣吧 那現在這個蝦呢 就變成這樣了 我們呢 就可以將它 順著一個方向 不斷攪拌它 這樣就搞定的了 然後呢 預備了的蝦膠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 這些蝦膠 釀進去荔枝裡面了 那就看餐吃飯啦 看一下你粒荔枝有多大的 就釀了多少啦 其實很簡單而已 就是這樣釀進去 那你讓它滿了啦 那你呢 就可以將多餘的蝦膠拔出來 那然後呢 拿一點點生粉 封一封口 那它就不會走出來了 跟著是非常之簡單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煎了 那蝦的麵呢 就先向下 因為我們要煎熟那些蝦 其實我們不用煎熟那些荔枝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蝦肉的麵呢 就向下 然後呢 令到它呢 先碰到一些油 然後呢 那些蝦呢 就會有一個 金黃的脆面了 好啦 跟著怎樣可以煎到那些蝦仁一定會熟呢 我們蘸少許酒下去 然後呢 蓋著蓋子 焗熟它 這樣就一定熟了 啦 焗熟了之後呢 剛才我們剝荔枝的時候呢 那個不是有些荔枝汁的嗎 我當然不要浪費了 淋上去 超香 它的荔枝汁 是超香 已經完成了 我覺得這個餐呢 就不需要加多餘的調味料 因為呢 我們醃那些蝦膠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有一點點鹽了 如果蝦膠新鮮的話呢 即夠好的話呢 質量 基本上呢 不用加點胡椒粉 它也不用辟腥了 所以吃蝦膠和荔枝的原味 我覺得最吸引了 接著呢 我來 撒一點點 芫荽 那些框 切碎它 然後 撒一點 這個 鵝縮紙 也叫做鷹紙 我們撒一點上去 再放幾塊葉子在上面那裡做半碟 這樣 荔枝蝦餃 這樣就完成了